最近看到这个 咱国内的新闻是吧 意味卡友 这个不幸遭遇 感觉感到非常的遗憾 这个其实啊 我也看到了就是我身边发生 包括我自己自己本人 我这边呢有一个之前有个学生 是不是 其实学习呢他不是太好 因为意大利的一个优势就是你到这边的门槛不高 其实呢也是变相的做一个 给自己找条出路吧 他在这边呢 应该是没毕业 然后呢自己考的驾照 那个时候还有中文的考驾照的这个系统 后来呢现在他做什么呢 专门是这个机场 各大机场 包括Gasino这边 接送这个旅客 自己干出租车 自己现在也买了一辆奔驰的九人坐的这个商务车 每次呢就是我们这边爬到啊 机场有接人 这个单程的差不多是80欧到100欧 这样的 要不就去这个Gasino这边 也是这个价格 同时呢如果要去米兰的话 因为现在你 大家知道这个直行一般要飞直接从米兰飞 差不多是300欧 咱就抛去这个邮费 50欧元一个来回差不多了 外加这个高速公路的费用差不多是7欧左右 耗时呢单程是三小时 往返是六个小时 你想他这个300欧 你抛去之前我说的那个还不到100欧 剩下的他是静转 我觉得这是一个 其实对于就是 就是你以留学过来也好 劳工签没有了 他就是以留学过来 他觉得自己的也学不下去的情况下 人家在这边讨一份生活 包括现在人家也是长期居留了 包括把自己的父母 包括家人 他也申请过来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他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出路和打算 想到咱国内这个卡友吧 是吧 这边的意大利这边 欧盟这边的 差不多意大利平均的月净收入是1750欧 这个包括他的医疗 他的子女教育都是免费 包括成人的教育也是免费 也可以申请这个长期居留 可以把家人接过来 其实他是一个最大程度的保障 其实更多的华人呢 他更不屑于干这个卡车司机 更多的呢 他是在这边自己养辆车 做这个商务旅游啊什么的 包括我之前是 之前刚考出驾照 硬着头皮呢 接了一个从罗马的一个团 七个人 他们是从德国过来的 当时还是用别人的 用人家的这个 人家客人的信用卡 租的这个九人坐的车 你一上手就会了 因为你会开车呀 你一上手就不管什么型号的车 你一上手就可以 因为我这个驾照 九人坐的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最后也圆满的完成任务 从米兰又飞回到国内 这里边这个团里边有一个孩子 他是在德国留学 最后也来到意大利 也是我帮他办的 然后他想在那边买车 但是呢他没有驾照 因为那个时候的意大利驾照 已经开始全部是意大利语的 考试了 所以那时候我就给他建议去 韩国的济州岛 去考取一个国际驾照 他现在在这边也是买车 然后他或者是租车 更不成问题了 这种选择 就是一开始的选择 如果四处放弊的话 我觉得可以换一种环境 也是一条出路